你说什么 小七啊 你还是换个要求吧 为父一定替你办到 你娘好歹是我穆家人 这骨灰 那能葬到别的地方去吗 您何曾把我阿娘 当成顾穆家人 难道当初不是您说 我阿娘身份低微 不配入穆家祖坟 甚至还要一把火烧了 才能化解怨气 幸而母亲人后 这才把我阿娘的骨灰 供进小福堂 那又怎么样啊 我从来也没有 亏待过她呀 生前都已经想尽了福气 要求什么死后风光打仗 死后风光又有何用 我阿娘所求 不过一颗真心而已 您当初若是不爱她 就不应该对她许下承诺 还把她骗到穆家来 骗 骗 你 你说的也太难听了 骗什么骗呢 她一个青龙女子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她还不知道在哪里卖笑呢 好了好了好了 总之啊 她生是我穆家人 死也是我穆家鬼 不能离开穆家 您是怕旁人知道了 丢了面子吧 穆老爷 王爷 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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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爷 放手 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你 便过来看看 看来 我来得正是时候 王爷 您没事吧 我给您看看 来 不是跟您说了吗 最近万不可动用内力 放心 我没事 哼 王什么爷 一个小白脸 在姥爷我面前还成爷吗 王爷 晓芹 这是哪家的王爷 南城能有几个王爷 王爷 王爷驾到 在下不知 小七 听夫人说你要走 我们特意来给你送送行 老爷 你这不年不节的 拜的哪路神仙呀 定王 定王 定王爷 王爷 驾 不停 小七如今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竟拐了一个王爷回来 钱车之剑就在眼前 还关不住你的嘴 我都要吓死了 你还取消我 咱们家小七 也算是有出息了 我好看 是最后年纪的